香港時間晚上九點半左右 這一節我開始更新一些東西 Patreon終於如善如牛 把劉鎮的垃圾披出Equalize 但當然是整個Equalize 不是個別的Equalize 因為我也抗議了很多次 你一個收錢的Patreon的Page 是有一個外容的要求 你可以拍很性感的照片 你可以Cospey得很厲害 這些我覺得沒問題 但是 劉靖是用他的Page 進行Defamation和侵犯版權 而且受害者不止我一個 我還比較好 我有一個自己的平台可以發炮橫擊 有些不方便發炮橫擊 或者有些根本沒有這個平台發炮橫擊 你任由他被欺負 這個平台發炮橫擊 他只是假裝學者 好像趙博 在 香港沒有格子的節目 說過 見人網民話 見人講鬼話 一個近紀人 我的看法就是 不會跟他講道理 我選擇是 用我的Legalize Equalize This Rubbish page 我也說得很清楚 以往那些人對屋子圖子圖孫 是沒有太多辦法的 我明白的 因為 我很怕爛我 爛我怕苦苦 都是這樣 這個鬥獸旗定的 我就不怕再爛我這個 所以我就決定 怎麼逐個和你Equalize 因為我無論你是徐家見我 無論你是流程都好 我都會選擇Equalize 除非你改變你的說話方式 OK 你每次都掃出人生攻擊 每次都掃出Defamation 每次掃出Backhead SEO 你這麼喜歡玩這些 You will be equalized By the Equal means 我這個也是對著其他那些人 想學Rubbish的那些人說 Rubbish是仆街 但是Rubbish有它圓滑的那一面 它不是什麼人都可以研究 但是 你圖子圖孫和Rubbish的分別就是這個 Rubbish有它極其圓滑的一面 揮硬腳嘛 它是有名的 但是這班人又不是 好 無論如何 那中國政府呢 就 很坦白的報導就發出一個公告 那就禁止 官員在公事場合 甚至在辦公室裡面 用iPhone或者其他外國牌子的電話 就是逼你自己用華為 或者是小米 或者是 Oper something either 其實主要是針對 iPhone 為什麼這麼說呢 嗯 因為你用其他牌子 你Android平台 現在剩下就是Google 親生仔 還有 Samsung Sony 少了很多人用 Sony 因為Sony 拍照是OK的 問題就是Sony 第一就是熱 第二就是 Sony 那些Android phone的支援 是 在海外就 那些封聘不是很好 你和 Samsung 好些 現在其實變相出現的情況 就是Samsung 已經某程度上 擁斷了 Android那邊的 Platform的市場 再加上Google自己 因為中國的牌子 什麼華為 Oper 小米 那些 很多不敢用 然後 iPhone 不用說了 iPhone iPhone 因為 現在來說 在中國來說 人家 最後能夠頂住的 就是iPhone 就是不屬於中國政府控制平台 那 你跟著說 Tim Cook擦中國鞋 是沒有用的 我經常覺得Apple是沒有一個政治顧問的 如果有一個政治顧問 你跟著說 你擦什麼中國鞋 你全面 跟美國擁抱美國算了 你擦什麼中國鞋 別人還要懷疑你 你根本不需要擦中國鞋 擦一條人 因為 中國 政府 某程度是在技術上 都 沒有辦法 在 iPhone做任何事情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就是說 那些人說iPhone 都不是有些 Grope Home 被中國發言 iPhone iPhone的Grope Home 沒有Android那麼多 沒有那麼容易 你甚至有些叫做 就是 不用經過App Store 下載 都只會在歐盟 出現 你不用經過App Store 你可以 因為是歐盟的發論問題 主要是歐盟 主要是歐盟 而且 你用Mac 你用Mac就知道的 就算給你自由單 你要Cat Mac 沒有那麼容易 因為Mac的 核心的問題 這個就是 這一次 中國政府 中國政府應該就 逼你的人用華為的 這個就不用說了 首先這件事 它第一個就是報分台小學家 因為 你現在世界各國都開始禁止 一些中國製手機 入政府部門 公務員不用得中國製手機 就是中國排列的手機 其實 iPhone有壓力 為什麼開始iPhone 將生產線搬去越南 或者搬去印度 都是某程度上 因為回應各國政府的要求 就是 你問我 我現在當然 我不是每年 連連換iPhone那些人 我通常是 跟Apple Care去換電話的 就是我每兩至三年 換一次電話 這是我的習慣 連連換電話就很浪費錢 但是如果你用的電話 是超過兩至三年 你就有可能會被人OK 到這些細節 所以 保安上不太好 所以 一般來的 就是兩至三年 換一部機 總之 Apple Care 一完 我就換機 對自己最大的保障 對自己最大的保障 但是現在的情況 可能我會提早換機 因為我手朵上部iPhone的東西 是Made in China 對我而言 這對我而言 就很感覺到 我是Mac MacBook 因為Mac Mini 和Mac Studio 是馬來西亞做的 只要它的MacBook 有出Naricia 或者是越南做的 或者是印度做 或者我越南做什麼 我就換機 我就馬上換機 我不會這樣 其實全世界的政府 都是 不信任 其實就不信任 美副士康 因為我不知道 你們中國政府搞什麼 我不知道 以往我買Mac機 是 我是買總務省審查的版本 我還在香港住 我不是在香港買MacBook 我是在日本買MacBook 它永遠是 因為日本呢 就有那個 總務省去審查 那個印 即是總務省會對 那些日本版的機會 會有審查 你就會相信總務省那個檢查 這樣 沒有啦 你現在 你全世界都的趨勢就是 怎樣 不要你Made in China 那麼習近平 你說 小學家要報復 那要報復 這個習近平是小學雞來的 小學雞行為 其實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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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清楚一下的 有些事情都 不 怎樣 有些事情都很清晰的 其實都 就是這個 不理官員用來報復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 中國 對iPhone的Drupal 是無可思的 為什麼我這樣說 我黃西澤澤 一直都是 Mac友 但是你也知道我不是 一開始是Mac友的 那些 Mac教徒 OK 我 八零零年代的Mac 我又沒有用過 我用過 用到火裡也試過 大哥 以前不是四國 不是各國語言當機的 不是各國語言 是手機的 我們叫粗口 以前是炸彈的 炸彈人 System 67 那些 那些 都是用Motorola Bug 是CPU 去到後來 慢慢 過渡到Power PC Power PC 然後慢慢過渡到OS X 才穩定 因為為什麼 讀完OS X 當初 Steve Jobs 因為那些 原本是 Next Step 的OS 但是另一方面 最重要的是 每一部 Mac的耳架 都是 Unix Certified 因為它的本質 是一個工作站 這方面 寫計劃的人 就會多少 明白 Unix Certification 為什麼這麼重要 因為 那些 Fusion Unix 那些 工具 一定是 一定是 那你一個 Unix Certified 系統 它的 保安要求 亦都有 差不多 雖然iOS iPad OS 就是相對 簡化版的 MOS 但其實 基本上 很多東西都會分享 因為現在 它全部都是用 對的 為什麼要用 對的 iPad iOS 也好 Mac 也好 都是那堆C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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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大平 所有的東西都好 保安 那些 現在就是因為 你iPhone 你要有 綠號 讓中國政府進來 沒有這麼容易 一向都高難度 一向都高難度 你 你在說一個 Hack Unix System 不要說不行 這個世界沒有什麼 Hack 在這個Hacker世界裡面 沒有什麼 但是 你的Course 有多少 如果你的官 全部 用同場鐵壁 我習近平 是監控不了的 我糟糕了 你相反 譬如你用華為 小米 那些機 它一定有個 後門 給中國政府看著 你什麼 你什麼 都是給中國政府 有個後門 你試一下給 你被人發現 你很大劑 你被人發現 你Apple 到處都不用去 有些人買Apple 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 你那個可靠性 這個 Tim Cook 你怎麼拆鞋都會 這件事 它公司買不到 特別是因為 它是國防部的供應商 Apple有賣東西給DOD 你賣給DOD 就有DOD的要求 這就是不同的地方 即是 你現在 美軍是用iPad 或者用iPhone 進行一些 Digital 作戰的工作 它有賣好 都會派給美軍 那些就是美國組裝的 那些機器是特別的 那些你都買不到的 那些機器 那些機器 沒有得買的 即是它有 Apple找了一些工人 特別在美國組裝 但是那些機器 就不是賣給你的 那些 美國組裝的機器 基本上都是 給美軍用的 或者給美國政府 援幫政府的高層用的 所以它的OS 它不可以有這些漏招的東西 不行的 它的Android 就是當初它的 防禦沒有那麼好 我不是說不行 Android Samsung 在為了 國防部合約那方面 DOD合約 它做了很多腦力 我也看到 即是它浪費電 那些 沒得救 但是它在提升保安上面 它是做得很好的 因為韓國軍方 要用的 韓國軍方 韓國軍方要跟北約 始終它也是要跟美軍對 它不可以每次 但是韓國 你叫它用 iPhone 是有些 為難為情的 因為那是民族公義的問題 始終韓國的民族主義是強的 它做了很多腦力 但問題就是 總體來說 為什麼中國政府要滲透下去 滲透下去 滲透下去Android 我可以直接要求官員 用中國做的電話 中國公司的電話 這樣我就可以滲透 很簡單 但是我iPhone 我要找個後門出來 可能我要 這樣用義父之際 這個並不容易 難道叫 叫所有官員 要用iPhone Jailbreak 了嗎 不行 不可能 這個 Jailbreak 不能 全部iPhone 都可以Jailbreak 那麼 他們要做什麼 雖然我這個中國人 都很喜歡 很奇怪 很喜歡Jailbreak 中國人 第一 我們這些 以前說 要解鎖iPhone 即是iPhone還有 SIMROCK的時候 就說 玩Jailbreak 研究於Baybanks 這裏是一個Hacking的研究 但是 到今時今 即是我以前都會用Hackintosh 但是現在 根本上大家都不會用這些 因為這些很不安全 而且 沒有什麼意思 真的沒有什麼意思 還有 Apple做的保安 都做得很好 即是你跟那些Hacker 對戰多一點 你的保安水平 就大為提升 這個就不用說了 所以現在 再加上就是 中國政府要推推 那些什麼 本土晶片 那些 你刺眼線 結果就這樣玩 不讓他們用iPhone 不讓他們 但是 現在他就說 官食場合達的 很好實說 以中國的情況 你私底下用iPhone 你都會被人批斗 你不用升官 因為習近平瘋的 習近平的想法 跟我們一般 我們一般就是 其實 我們不跟中國 別的電話 原因是安全問題 而是政治問題 政治問題固然 你不想用它 但是問題就是 很多西方國家政府 真正的原因是安全問題 你的安全問題 搞不定 那麼習近平就不是這樣 習近平覺得就是 你 你用 你用中學做的電話 私底下 是一個愛不愛國的表現 所以 遲一下 譬如香港的狗官 如果他公開場合 用iPhone 他就會被人 扔到皮 都扔到 沒事的 你找 你立法會 那些 立法會議員 出席活動的時候 叫人人拍著 他用什麼電話 你現在看到 不是 不是華為電話 就批斗他 你估計那些 藍絲做不做得出 對不對 你要討好習近平 我都說 我給你一條條 日夜 四小時都要用 華為電話 對不對 你不怕爆炸 最新的那一部 最好 最好用最新的那一部 OK 你不怕爆炸 OK 我沒有什麼問題 對吧 真的 如果爆炸了 就不要怪我 你愛國而已 你禁愛國 關我隱事嗎 對不對 我想之後 現在就說 公視場合 不准用iPhone 但是之後 就是 你私底下場合 或者你家裡用iPhone 就會被批倒 因為 他想製造一架壓力 就是逼蘋果櫃 這也是 迫蘋果櫃 或者令到蘋果在中國市場消失 那沒事的 你添曲 我也有個因應 就是第一 我一定將一些廠搬走 其實Apple也在做 將一些廠開始搬走 開始搬 搬出去 其實你 葛台銘為什麼選總統 葛台銘選總統 你猜到他想選總統嗎 他想拿錢走 哇 我現在出去 為什麼要對付民進黨 反台獨 你給我錢 我走 那些機器 那些 你只是拿來做iPhone用的 你組裝不到的東西 而且就是 你沒有iPhone那堆規格的零件 你玩一條子 你玩不到的 Apple管制的零件 那些 有他一手的 總之 你的零件有什麼古靈精怪的東西 沒事的 就算我中國政府 沒收了所有Apple的零件 沒收了所有Apple的零件 你組裝了那部iPhone 幾個行萬代 就行不到的 因為你一行 你一定要上網 一上網 一檢查零件的CEO號碼 噢 不對 有問題的 但是全部和你的Famble 變磚 搞定 拜拜 有多難 一點都不難 所以你說 中國現在想製造壓力給Apple 但是Apple 聲稱是Apple最大的市場 但是你想想 中國經濟現在搞到這樣 你說中國經濟好的時候 你還有這個壓力 但是現在中國經濟不太好 現在中國經濟差到這樣的時候 你給這些壓力 別人只是打飛機的傻子 說真的 你不會有這個了道的 不好意思 現在從西方開始 就算是IT公司 都開始不在中國投資 以前 一看到中國的東西 就怎麼樣 這個決定是不公正的 一定是偏幫中國 現在除了Mata 其實大部分公司 都開始做事 都正正規規 Mata是比較差的 就算Google的sert result 都已經好很多 跟他們談 一年前跟他們談 牛牙 牛血都流行 現在就真的 只剩下AdSense 那種人要清理 就是那些 中國公司 那些 那些 那些仆街的廣告戶口 割賣了一些 假李嘉誠 假曾進華的廣告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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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中國公司做的 那些 我告訴你 又是那些中國公司 北京公司做的 全家產 很偉多 中國人就玩這個戰車 但是你玩這個戰車 玩得多 你終有一天 你玩得太多 人家 人家有心的 有素 人家知道 怎樣回應 正如那些 現在 音樂 那些 Streaming 那些平台 就是 環球唱片剛剛踏成協議 環球唱片 也是一間 頭頭地共公司 但是我猜 後來都會找人 想辦法把騰訊這些股權 清走 就是怎樣 專業的音樂師 一個月至少有一千人 聽的音樂師 每個版權費 是雙倍的 因為 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就是要把那些業餘人士 業餘人士都不是他 最主要剷除對象 業餘人士有超過一千人聽 每個月的 已經不是業餘那些專業 那些 Bot White Noise 那些 垃圾 那些垃圾 都吃了幾多錢 騙錢的 那些人 White Noise 那些 很多 很多 這些 很多這些 因為大家都開始 意識到 就是中國人 靠那些Bot 或者中國 印度 俄斯都是 巴西這些幾個垃圾 金磚國家 全部玩了這些 那樣的東西 那現在 你繼續玩這些垃圾 全世界是維持的 其實 那些IT公司 會不會繼續拆中國鞋 我很有懷疑 很難 還拆什麼中國鞋 現在 你說中國以前有錢賺 或者現在中國沒有錢賺 都看到你的針議目的時候 我為什麼還要順利 打飛機 你說打飛機有錢賺 或者幫你打飛機 如果幫你打飛機 沒有錢賺的話 就打你好不好 就是這麼簡單 我就是這樣說 就變成像彭浩祥的低俗喜劇 這種說法 真的 真的變成加準折扎 好了 這一集就到這裡 下一集是Live Live我就會講 試占片 試占片 是不是給我指插這件事 我先講到這裡